面对人手方,政府容许多类工种输入劳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重申 公务员职位不会输入外劳 《基本法》第99条规定了 一定要为香港永久居民才可以担任公务员的职位 所以对于公务员职位来说 我们绝对无意输入外劳 投考公务员职位的资格 开放到大学三年级的同学都可以考这一样 我们在六月头开始之后 有几个职系也立刻放宽了可以投考的资格 我们都看到这几个职系,包括一些纪律部队的职系 他们其实的投考人数都比以往多 杨何培恩率领二十几个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 前往北京和浙江考察 其中北京行政除了会在国家行政学院延修 也会拜会港澳办相关官员 参与座谈和听取港货 之后会转到浙江 了解杭州亚运会场馆和筹备工作 也会视察农村地方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